人们常说过了腊八九十年,进入腊月后,年味就一天比一天浓了。 腊月里农村家家户户都要开水为过年,买年货,杀年猪,蒸馒头等等, 以至现在人们觉得过年只有腊月热闹,春节后反而没有过年的感觉了。 关于腊月有很多习俗和俗语,农村就一句老话,腊月有三白,猪狗也吃卖。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?三白又指什么? 腊月有三白,猪狗也吃卖,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说,如果腊月里能下几场大雪,那来年的粮食也会丰收。 对于农民来说,在寒农腊月毛雨过年的时候,也不免为弟弟的庄稼和来年的收成担心, 因为从种地经验来看,腊月里的天气状况对庄稼的涨势,还有来年的收成影响很大。 像人们熟知的冬天麦盖三层倍,来年整整馒头税,正是这个道理。 正所谓润雪招风年,在大雪过后,地里的小麦就像干上了一层厚厚的松软的棉被, 这可以使小麦免于冻害,等到积雪融化的时候,就会从土壤中清收很多热量, 这会使隐藏在土壤中的害虫冻死,来年的时候冰虫害就少一点, 而且融化的血水也可以滋润土地, 这对第二年的春耕和庄稼的生长都有不少好处, 所以人们才说腊月下雪,粮食会丰收。 以前的时候,农村的生活条件不好, 对于农民来说,能吃上摆面馒头,就是让别人羡慕的事情, 一年的粮食收成更是家里人的口量和经济来源。 农民会留一些小麦磨面,以供自己家吃, 而磨面时的麦夫就会留给猪做饲料,营养经济。 狗在家里多是吃一些残渣剩饭, 若是农民获得了丰收,那家犬也能跟着有好东西吃。 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说腊月有三白,猪狗也吃卖。 农业技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, 看天吃饭是一种常态。 即使是现在,农业生产也和气象息息相关, 所以农村才有这么多关于气象节气厌语。 这些俗语都是农民们经验的总结, 类似的说法还有一酒一场雪,猪狗不吃黑。 这句俗语是说,如果在熟酒的过程中, 每一个酒都能下到一场雪的话, 但来年粮食丰收,猪狗也不用吃腐烂的食物了。 这两句俗语有着一举同工之处。 当然,由于地域不同,小卖播种的季节不同, 这两句俗语并不全然适用。 你觉得腊月有三白,猪狗也吃卖, 一酒一场雪,猪狗不吃黑, 这两句俗语有道理吗? 你们家里那边下几场雪了, 欢迎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。 感谢观看